我想大概至少今年下半年 看起來目前還是比較呈現盤整的格局 那明年上半年要看台灣股市的狀況 如果台灣股市的狀況還是比較 平緩或者是沒有一個大崩壞的話 我想對房地產來說 應該會呈現比較復甦的 往上走的一個機會 我們以我們自己中股市場來看 屋主會釋出大概就幾個原因 一個他有財務上的需要 他需要現金做一些其他的 比較多可能是一個是可能換屋 他可能小屋換大屋之後 他要把解決舊的房子 第二個可能他想要做一些其他的投資 他需要一筆資金 就把他現有的這個多餘的資產 就把他出脫掉 那最重要我覺得是時間點 第一個播出應該是